古今風雲人物 宗唐文豪 永征內善 征元 21 年即是公元 805 年 唐德宗去世 太子李仲繼位 視為唐信宗 信宗即位後 仲用黃叔文、黃培等人進行改革 他們與彭盛人劉玉錫、河東人劉忠元一齊 形成以二皇劉柳為核心的革新派勢力集團 主張加強中央集權 反對凡真割據和宦官專權 並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史稱永征革新 永征革新觸動了宦官的權力 結果宦官、驅民真、劉光琦等人 聯合劍南西村節道史委高 京南節道史陪軍的力量 迫使唐信宗立李淳為太子 八月又善位於李淳 視為唐憲宗 改元永征 史稱永征內善 信衛之後的信宗無奈地看著眾臣 黃淑文、黃碑等被貶 二皇劉柳集團被迫解散 核心人物被流放 史稱二皇八司馬事件 黃淑文、黃碑後來被刺死 146天內發生的永征革新 全盤被推翻 古今風雲人物 中唐文豪 主持 張偉國 羅永生 古今風雲人物又和大家見面 我是張偉國 我是羅永生 大家好 我們今集繼續講中唐時期的大文豪 上次講到唐德忠的晶元年間 唐德忠因為在整罰河北的梵鎮 遇到挫折 最後草草收場 被迫讓步 承認這些梵鎮的所謂地位 於是唐德忠覺得不要再堅持下去了 於是因為引罰了幾次兵變 於是對這些武將們 對某些民臣們深存疑忌 於是將信任的傾向 走到這個宦官上面 這時候的宦官權力非常大 但是這個宦官們 貪污舞弊 有些五方小儀專門借權勢 貪污舞弊 於是引發了朝臣非常不滿 而當時的王太子李仲 也感到非常難堪 是的 因為在唐代其實太子的地位比較尷尬 因為皇帝春秋正成的時候 太子他論政又不是不論政又不是 所以很多時候太子會在他的東宮 招納一群名義上是一種所謂的文學 或者是他的個人喚號之人 其實很多時候都談論一下正事 比較低調些 希望減低了軍主父皇退的那種猜忌 因為唐代如果跟大家看歷史 太子能夠順利登 可以說在唐德宗之前是沒有人的 只有唐德宗 他的父親唐代宗而已 唐代宗還有一個好處 他是天下兵馬大元帥 在平定安使之戀的時候立了大功 無可取代的地位 沒錯 而這個唐德宗還有一個特別 就是他媽媽沈皇后 在動亂的時候失蹤 在歷史上說他失蹤是找不到的 所以這個唐代宗做老公的 保不住他老婆 很遺憾 所以對唐德宗是特別好的 其實唐德宗我們上兩次都說過 早年想一番作為 但後來因為形勢被人強 所以以慶蘭珊 種下了後來中晚堂 兩大禍患的根源就是患觀禍政 第二個就是凡真確舉 但我們說年輕的太子李仲 其實都頗有振興之心 據史書記載 他在東宮裏面招立了兩個二王 所謂的王宿民和王培 兩個就是他的心腹 雖然我們說史書記載 王宿民因為善下旗 就得到這個太子的歡心 但實際上 他們都在東宮府裏面談論國政 希望日後當太子登基之後 希望改革不正之風格 尤其是環觀干擾政權 還有武藏太拔戶 還有一件財政問題 這幾件事都是藏朝的政治 非常大的難題 而這個太子李仲 當然是一個有志向的人 但他有一件缺點 身體不好 所以到唐德宗的晶圓後期的時候 其實他兩父子都陷於一個困境 就是前面病塌 而且太子後來就中了風 中風就麻煩了 因為行動不變 說話口齒不凌理 所以使得朝臣非常擔憂 因為據史書記者 大概在晶圓的21年 公元805年 當時德宗已經風足殘年 行張駕崩 據史書記者 當德宗離樓之後 想召見當時的太子 當時太子已經成人 已經40歲左右 已經成人了 想召見太子一面 但可惜太子竟然因為病 而來不到見父親最後一面 走不了路 所以感覺到相當軟式 所以德宗之後 見不到太子就含恨而終 當時在權力跟著當中 如果太子是建在 當然是更加沒有問題 但現在父皇要死了 太子竟然不能見父皇一面 是很大的震撼 臨終的時候 都不可以隨時在則 這個在以前的人做兒子 事實上是非常不妥當的 而大臣們 因為他沒有辦法入宮 所以大臣非短留場 講了這個傳言 其實太子已經死了 所以出不來見父皇上在最後一面 皇上又將近駕崩 已經離流之際 太子生死不明 究竟想怎樣 有些人有些宦官們 就想有些動作 這個動作就是怎樣 要迎立太子的兄弟 弟弟 或者有其他人 各有非分之想 所以後來這個皇叔民等人 都想了一個絕橋 請太子強行見大臣 但是呢 好像在廉後面見過 他屎書記住 當時太子 硬好像是找人 撐附坐在座椅上 究竟有沒有綁取 我們不知道 勉強坐在座椅上 並且沒有正面對大臣 就上朝登基了 所以這個情況 相當之詭避 相當尷尬 相當尷尬 那當時呢 在太子身邊 能夠隨時在則 能夠跟他有溝通的人呢 就只有王叔民和王培 而當時王叔民和王培 就佔舉了幾個重要的文神 來替他主持一些事務 這個文神就涉及我們的 中堂兩個大文號 一個就是柳宗玉石 一個是柳宗玉石 一個是柳宗玉石 當然啦 柳宗玉石和柳宗玉石 當時都是三十多歲 出頭而已 據說柳宗玉石的人 非常有才氣的人 非常自負 當時支持 很多人認為 以柳宗玉石這樣的才學 這樣的能力 一定有拜相的機會 未來必然可以拜相 因為當時其實 二王和柳宗玉石 其實後面就是柳宗玉石 柳宗玉石 柳宗玉石 其實兩個都是 很早成名的神童 未夠二十歲 總盡事 當時來說 相當之難能可貴 難得 所以兩個人意氣風發 當時的朝廷當中 傳出一種留言 說 二王用事 簡拔這些所謂令行小人 把持皇帝 自己提出某式的改革 君主是怎樣 沒有人知曉 因為當時 二王和柳宗玉石 柳宗玉石 確實是做了很多改革 譬如放了工人出去 意圖改革公市制度 後來白居爾德索 明明的詩句 埋探翁 虎公市 當時在長安 兩個大的市場 東市西市 就是當時所有貿易集中的地方 但是皇宮很難再出去 皇宮當中有整個市場 被這些皇宮來掌握物資的供應各樣東西 這些幻官去掙扎民間的物資的時候 就用去考取豪奪 用很低的價錢換取大量的物資 令到很多人相當叫苦連天 於是皇宿民掌權之後 當然他認為 只不過他不是做宰相 只是漢林學士 那裡的身份 還有城寺那裡的身份 可以出入公禁 來到新的皇帝 即是太子登位 後來叫順宗 年號就是永禁 於是可以出入宮廷 跟新皇帝直接見面 究竟新皇帝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意志 沒有人知道 而皇宿民是通過頒布聖旨 來到改革朝政 其實史書已經刪了很多 皇宿民所推動的一些政策 只不過是一本書叫《賊虎原歸》 裏面記錄了一部份的材料 這個《賊虎原歸》是宋朝初年 宋真宗命理大臣黃欣若等人編算 採集了唐朝很多的文獻 和趙令的資料編成 官方史書 其中有一個內容就是說 皇宿民當政的時候 罷免了五方小儀 這個所謂五方小儀就是那些宦官 出去借著收購很多公平物資的機會 貪污舞弊手掛 強迫老百姓的買賣 所以罷免不准那些宦官們再出去 在市場上搞搞搞震 這條資料 所以可想而知 皇宿民這次改革得罪了很多宦官 後世史書稱這次改革為永徵革身 其實永徵就是精元21年 永徵元年就是精元以上 因為年初就是德宗過身 信宗做皇帝做了人奸 當時掌權的兩個冠官 一個叫屈文真 一個叫劉剛琦 聯合當時劍南哲道士委稿 京南哲道士培君等人 密謀在宮中發動了事 才是政變 勇立了當時成年已久的皇長子 二十幾歲 廣民王 即是李淳 即是後來唐憲宗 立他做太子 於是這個權力轉移到太子身後 鬥得很厲害 3月立李淳做太子 五個月後李淳自行登位 據史書叫做 唐順忠就說身體已經支持不住了 就禪為太子 改緣做所謂的 圓和 不過為了紀念永征 正元二十一年 805年還是叫永征圓年 一年叫圓和 突然間善未 這個史書叫永征內閃 很QK 因為這件事件史書很隱悔 一道命令下來 就似乎是整個局面扭轉了 有些學者就認為 實際上當時順忠是被迫交出權力的 而太子李淳 果同侯蕭說到 有些環境將黃淑民、黃培 以至所有人緝囊 並且廢除所有變革 有人學者說 這個變革一個月行了一百多天 是的 還有一件事 為何黃淑民 預先不知情 因為他守候 據說他父母 他媽媽在改革途中死了 在他死了的時候 按堂前規律要守候三年 是的 其實27個月而已 沒有三年那麼長 27歲已經很久了 那於是他繼續要做事 但是就不可以入宮了 因為穿校服 穿校服有幾個月不可以入宮 這是不得了的 於是跟這個宮廷裏面的音訊斷絕了 不可以藉著新皇帝的趙子 來推動他的改革 其他的大臣 進不了宮的 柳忠元留意識 沒有可能跟皇帝直接交往 於是只能夠通過聖子 劃出來 於是王宿民進不了去 聖子只能夠通過宦官門 傳達出來 於是發生了剛才羅先生所說的事 這個事就是一個聖子下來 立這個李淳 長子做王太子 然後讓位給王太子 大家摸不到什麼事 於是這個王太子登位之後 第一個命令 就是把這個王宿民和王培 貶斥 王宿民一知道這樣的事之後 大誓要去 大誓要去 在《知智通鑑》記錯了一件事 他就淫了一句道府的詩 七師未至新鮮史 長史英雄淚滿羹 在《知智通鑑》從來都很少引詩句 這句就是怎樣 可能真是司馬哥很喜歡道府的詩 但是他按於《知智通鑑》的體例 就沒辦法忍 這次就借王宿民的口忍了 那句當時史書記載 當時太子登位之後 就首先就把王批貶做開州司馬 任上不覺就病死了 而王宿民貶為御州司戶 並且第二年就刺死 然後太子職位之後就把協助 而王改革的八個人 全部貶去遠方的州郡 做這些所謂司馬 那邊幾個呢 就有韓太、陳鑑、柳宗元、劉宇石、韓葉、寧準、程義和韋執兒 當時史書記載為義王八司馬事件 於是我們很熟悉的大文豪、劉宇石和柳宗元 被貶去遠方 劉宇石被貶去廊州 這個廊州就是今天叫湖南省的常德市 現在有沒有高鐵去我就不知道 如果由長篩會坐高速公路去張家界旅行的時候 我們就會經過一個常德市 這個就是當時的朗州 劉宗元就被貶去永州 湖南永州 今天西南跟著桂林的 在永州再南就是九二山 那就是杜州的九二山 所以他們兩個被貶 我看到柳宗元被貶之後就非常之淒慘 過了一種 我們叫做未知以後日子怎麼過的日子 我們首先要介紹一件事 就是在民國的時候 有一個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 叫做張時超 他就寫了一本書 叫做《柳民紫耀》 這本書很大面子 因為張時超 雖然做過北洋政府教育總長 但是他一直到解放之後 49年之後 仍然受到尊重 為什麼呢 毛澤東的老師 毛澤東的老師 教過毛澤東的 於是毛澤東對他非常專欺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你想想什麼書都不能出 就是出了《柳民紫耀》 就是出了《柳民紫耀》 並出了中華書 用很大的很漂亮的裝潢 我有一套 但是很遺憾 我看看搬過幾次屋子 就散了 剩下兩三冊 是蘋果綠色的封面 很薄的 十六開很大的 十六開我有的 那另外呢 後來就有些書店 就出了一種的排印本 兩句冊 那我就看裡面 接著說 張時超能 他就總結了《永征內蟬》 這個政邊的改革 有什麼失敗原因 有什麼值得他檢討呢 他第一 唐信宗是唐朝的第一英主 張時超這麼說 那當時宮廷的真實狀態 被史席所掩蓋了 我們不知道的 所以後來的人 都不知道這個實際情況 這裏我想和張先生討論 其實這個究竟張時超先生的感覺 我覺得有報 因為其實史書店明確記載了 德宗病危的時候 是要召見太子 太子也病重 不能夠治療 那這個呢 見諸很多史席都是這樣 雖然你說 官方史席可能有修改 但是往往這些東西 是由中口很難換篇 所以有理由相信 學界傳統的東西都認為 德宗晚年太子已經生病了 是啊 太子已經生病了 第一件事 因為太子沒有辦法可以主持大局 第二個問題就是 順中執政的時候 一立即做一件事 就是剪除宦官入手 沒錯 登位未九個月 就停止了內事十九個人的諷錄 十九個重要的宦官的諷錄 即是炒過魷魚 是的 那時候可以見到 這種主持的手段 事實上是怎樣 下這個重弱 很急進 很急進 而且另外還有 這個順中實錄 後來韓宇 所寫的順中實錄 是沒有提及這件事的 順中實錄 我就納過一下 其實韓宇的順中 稍微提及一次 就說這次得罪了中貴人 是三個字 中貴人 中貴人是什麼呢 後來學界都認為 所謂中貴人就是中史 即是宦官的意思 是啊 於是就做了一件事 這個王宿民 他本身出身不正 他不是一個正熟的科舉出身 是靠下棋 講這個陰陽五行的道理 來得太子信任 所以很多的大臣們 我這個眾臣們 其實不是很喜歡他 因此的緣故 是要把他拉下台 第四件事 因為王宿民 桑母 那個母親死了 在漢臨院的聚會裏面 他就怎樣 嘗試了辦法維持權力 但是被人否決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維持權力 因為這個差點 唐朝很講究禮儀 唐朝修禮是中國中古史社會 最重要的一個時期 什麼大唐開元禮等等 所以沒有一個人 需要確守那種朝廷的禮制 所以你丁無憂 就絕對不能夠出席任何官方場合 有所凡言等等 是的 另外最後一點 第五點 這個張士超提及 他說這個信眾 在做太子的期間 這麼多年 跟宦官的關係很惡劣 他身邊沒有親信的宦官 換句話說 當他繼位之後 他孤家寡人 沒有人在宮廷裏幫他出力 所以他唯一能夠信任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李宗賢 這個宦官 但是勢孤力弱 是沒有辦法打破一個 長期積襲了幾十年的 宦官的權力集團 因為我們其實上兩次跟大家講過 因為唐德宗在痛天蒙爛之後 就改革了中央禁軍的制度 用這個宦官來帶領禁軍 所謂左右中位 驅民真等等 就是帶領的宦官頭 那你要削許權 他們當然不肯 所以張士超最後講的是 順忠在積縱難反之下 無能依賴藍絲之力 藍絲就是他自己親身的宦官 然後以外制內 遂讓成絕對孤立 助受群怒空愛而無法自救 這個你可以看見 張士超其實都有選過 好 情況是怎樣 繼續留下一次 好 古今風雲日蜜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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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